好我们先看到桃园机场 因为今天早上雷雨交加 使雨量冲破了80毫米 造成机场大淹水 交通部次长说 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淹水 也表示面对极端气候 机场一定要再拉高防汛层级 旅客摸黑推着行李 航下一片黑牙牙 桃园机场二航下 不止淹水还跳电 机场内看不到指标 工作人员也只能摸黑处理业务 加上没有空调 让旅客有门有热 更惨的是工程人员 得拿手电筒抢救淹水 警校出发救援设备拼命抽水 但雨还是一直下 机场连外地下道因为淹水中断 机场公司把矛头指向抢降雨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雷暴区 长达将近两个小时多15分钟 奥机公司这一次重大的教训 就是今后必须赶快把我们这个 闸门的这个工程要做好 因为现在这个浦新溪是这一次的最主要的源头 瞬间大雨造成溪水暴涨回堵 不过交通部政务次长视察 发现桃园机场的防汛计划做不够 尤其排水工作层级都该再往上拉 在机场公司对于这个淹水的这个防汛巨化 我觉得必须加强 包括这个包括我们抽水的设备 挖电机 甚至这个整个机场的这个交通的疏导计划 淹了11个小时 连外道路终于在下午6点回复双向通车 但航夏内因为被泥水所淹善后处理一直持续到深夜 加上排挤效应行李输运根本来不及处理 一场暴雨让桃园机场和出入境旅客好折腾 联合报陈嘉宁甄超文桃园报道